鸡毛胆子、花长木翼是不少人的儿时回忆 但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世人遗忘了 工业设计出身的姜文中 为了找回那些年的美好时代 他把旧世代的精湛工艺 结合了自己独特创新的设计思维 开发出神奇的豆猫棒 以及兼具品味与实用性的桌上型清洁毛纱 成功替传统记忆注入新生命 来看他如何成功玩出百万营收 记忆中的老家经典花床图腾 缩小融合在灯罩纸盒上 又或是把儿时挨揍的滚烫回忆 变成热腾腾商机 76年次的设计师姜文中 甚至把鸡毛胆子玩出新花样 豆猫棒其实也是羽毛做的一个玩具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市场是一个存在的 一个潜在的一个很好商机 当初还跑去跟师傅说 师傅我这个是要做给猫玩的 连师傅都纳闷 就是我终其一生都是做清洁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想要做猫的东西这样 结果没想到一做之后就热销 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很主力的一个商品 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是竹棒 对那我们桌上有这个线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台座呢 是传统的制作鸡毛毯子 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很长的线放在地下 然后它是要用脚掌去控制线的颈度跟长度 可是如果我们在都市里面 让大家做体验的话 脱鞋子是很不方便的事情 因为会闻到很奇怪的味道 搞笑诙谐的瘦壳内容 让手作体验课程有趣又好玩 我们在转的时候注意 有另外一个小技巧是要注意的是 间隔不能这样子这么大 因为这个你就想象成它是楼层的关系 上下羽毛的关系 如果你楼层的间距大 你的空隙就很大 为了帮家中毛小孩打造一只 独一无二的专属动猫棒 学员们各个物所不用其极 以前看到传统鸡毛胆子的时候 没有去特别想说原来是一根一根的羽毛 去把它粘制而成的 然后自己动手做之后就会觉得说 天哪 这也太有耐心 它是整是 它一串鸡毛胆子 穿着鸡毛胆子是时间的结晶 然后又要很有耐心地把它做出来 您绝对难以想象被姜文中注入新生命的传统鸡毛胆子 曾经最高纪录一天可以卖出130只动猫棒 也成了它谷底翻身的最后一站 就说我要做鸡毛毯子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就说你不是做家具吗 继续做家具就好了 你怎么突然跳到就是鸡毛毯子去这样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自信 然后又觉得鸡毛毯子是那么廉价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去 你怎么敢玩它这样子 但那时候就觉得 你不测试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算孤注一指 还是要做出一些跟大众的这种公益性 是有差异性的概念这样子 尽管内心在忐忑 姜文中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如同毕业后 在设计领域工作的他 因为创作灵感 常被制式的框架局限 于是他下定决心 拿出所有积蓄50万出来创业 大部分都会听到说 你要做这个 它就是文创 你可能只能做一年吧 你可能半年就没办法了吧 你这个可以卖到国外去吗 都是会听到这种 很直接挑战的声音 但就是也是要感谢他们 话虽说的云淡风轻 但其实是惨叠一跤后的生痛体悟 创业第一年 姜文中不但烧光积蓄 还惨赔五六十万 只因为他设计的第一款商品 把中国节的文化结合在家具上 结果是叫好不叫做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就是花了七十几万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只卖十二万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非常的亏心 然后但是也因为展览的关系 就重新的去检视了自己的策略 这一帅让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过足不前 直到一次的机缘下 他遇见了台湾瘦国仅存的鸡毛胆子职人 陈中璐先生 仿佛为他迷茫的人生指引一个方向 那时候就震撼到了 就说对 那鸡毛毯子为什么好像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消失了这样 那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就上网搜寻了一下 也没有人去针对这个东西去重新的改良它这样子 做足了功课将文中决定 砸下最后的十万放手一搏 他要抚去时代的尘埃 把新时代的设计思维 跟旧时代的精湛工艺结合 让环保又天然的鸡毛胆子摇身一变 成了优雅又有质感的清洁毛刷 它是清完就可以站立 所以有些人就以为它又是一个饰品 因为以前的印象就是金帽盘就是一个 使用完就丢弃在角落的一个清洁用品这样子 没想到它又具有装饰的这种质感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个展览之后 我们就陆续接到订单 这一试也试出了它对传统手作工艺 结合居家用品的美好想象 将简单的木材线条组成美丽花窗 将文中说他当初创业的核心精神 就是希望把传统手作工艺中入现代生活 所以他后来还跟制作花窗的国宝级大师陈黄辉合作 把台式生活的经典元素 用不同形式继续镶嵌在生活当中 好的文创商品它是可以被量化 被生活化 然后被大众化接受 它绝对不是一个艺术类型的创作 然后少量贩售这样子 对 好的文创它除了制造在地化之外 它是可以跟文化连结 文化连结之后去产生生活的 实用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它是两用的吗 对 它是两用的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建议蛮好的是 这个面跟这个面会是两种不同的处理的东西 那我是觉得因为以花器来说 我会想要让它独特一点的话 它有点像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比较饱和一点 但是翻过来它还是以聚宝盆的形状的话 就会让它在这种木纹的质底下去做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刷子是那个 这个漆器专用的刷子 它叫发刷 为了最新立作 江文中特地南下请教第三代漆器工艺师赖信佑 希望缔造出读书一格结合扩香品和花器的新式聚宝盆 台湾器艺真的是还蛮需要去做推动的 因为老实说 器艺它就是一个涂装的动作 那随着工业的时代眼镜 其实涂上去的这种颜色的覆盖 其实跟外面你看到的塑胶啊 或者是陶瓷 其实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纹理上面 我们会希望说把漆的一些特色还是要保留 红漆它的漆比较浓 所以我如果一开始就用红漆去调的时候 它上上去它会变成是完整的亮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稀释过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 我通常会再跟生漆去调在一起 赖信佑说 制作漆料时很讲究经验 必须以刮刀不断来回融合 直到调整好树漆的色彩 再进行破滤 就像包糖果这样子 这样把它转起来 就会滴出来这样子 这样 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在 第一次使用的插漆布 一开始的话我们不太会用刷子去刷 我们会需要稍微把它压进去里面 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堆齐技术 况是前面的备料就耗时又废钩 后头的涂装还得一层一层堆叠上漆 前前后后多达近30道繁琐的工序 然后等到它表面都亮亮了之后 我们大概放个五到十分钟 会需要把它全部都擦掉 其实的话会把所有的纹路都盖掉 然后我们就想说留一点木纹 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的 就是比较现代的做法 这个是土的粉末 若是要在木头的表面做些漂亮的纹理 还得经过变涂技法 它其实是用各种不同的材料 去制造出一些高低的纹理 然后在这个高低纹理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 然后再去研磨 那整体下来的话 看你颜色的表现 至少都会需要涂个五到六个不同的颜色 然后再去研磨 那所以如果是以时间轴来看的话 至少也会需要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才能有办法去把基础的颜色涂完 因为漆液是天然的涂装 所以它的这个手续是非常繁杂的 那当然耐用性也是非常够 涂装的部分如果是基础的话 应该会价差大概在三倍左右 尽管天然树漆的成本 比市面上的化学涂料贵了好几倍 姜文中也坚持选用 独具历史意义的手工漆液 希望这传统的台湾工艺之美 以新的样貌重现在更多人眼前 刚开始我们创业初期的第一年的 营业额就是二十万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百五十万这样子 对 妈妈有很成长 然后去摊提我们的基本开销跟亏损这样 一直到现在就是正成长的往上走 慧眼独具的姜文中 靠着创新思维扭转腿势 不但成功帮台式老灵魂 重新灭素灵肉 甚至外销到中国 日本 泰国等地 让传统手工艺在新世代大放异彩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